右边,肩胶部的内侧,肩膀,胳膊,上身那个地方,跳动 跳动,我看到天上两个人 一个就明显大,这个就米其林了,米其林就明显大 那个叫斯巴达克的那个,拿着豆的,已经明显小了 明显小了,就这个像个巨人一样,米其林那么大 拿着豆的那个,就那么大了,而且还在宿舍当中 我看到米勒佛了,看到米勒佛了 那个米勒佛就是想发出一个能量来,发出一个能量来 就像那个保护神一样的,在夜里不断地发出那个,公正信息来 公正信息来,发出一个公正信息来 那个才是介乡物 那个才是介乡物 那个还是介乡物 那个才是介乡物 那个,关于那个斯巴达克 那个,斯巴达克那个奴隶企业 这个信息是哪里来的? 是原来那个小孩的亲爸爸看过这个 看过关于那个,斯巴达克的奴隶企业 当时呢,他是根据那个史调上看的呢 感觉,史调上就是中国出版的书上讲的 那个斯巴达克企业是很正面的 就是出现了人类的发展 但是呢,没想到 那个斯巴达克企业是那么血腥 那么血腥 当然,奴隶组统治奴隶 当然,从人们的观念当中来说的话 来说是不对的 但是呢,你把那些奴隶放出来以后 没有规律的 没有社会积极的 吸奋了 发泄愤怒 那也是不对的 发泄愤怒 这个点就从来没讲到 这个点从来没讲到 这个点从来没讲到 所以啊,小孩的爸爸认为 这个奴隶起义是不惜的 奴隶起义是不惜的 应该故意认知起义一下 故意认知起义一下 社会才会发展 而实际的 我们实际情况呢 我们社会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一个组成部分 你不管怎么样 三教九流 等级制度也好 都是一个社会积极 在这个社会积极下 人们生活 无论怎么样 就生活的质量高一点低一点 至少命还是有保的 你不要把人家说 长的奴隶买卖之类的 奴隶怎么收苦 至少命还活着 买卖确实有 但是 既然能够成为买卖 要讲好很重要的一条 既然作为一种买卖 那就说明它是 几乎是一种商品 如果是一种商品 它肯定要保证它的质量 这一条 我们的历史书上从来没讲 从来没讲 只讲那些奴隶的苦难 没有讲到保证质量 你如果没有保证质量 你怎么可能卖得出去 这一点就是 就是完完全全获释了 因为获释了以后 那个小孩爸爸忘了这个 他是受到强烈的报复 后来什么都不顺 后来什么都不顺 受到强烈的报复 就把他的社会窒息 完完全全打乱了 把他的家庭窒息 完完全全打乱了 后面的生活窒息 也完完全全打乱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就这一条 不要把原来的社会等级制度 看得多少多少坏 我们中国的书上 为了表示 造反的合法性 共产党起家的时候 要替翻原来的社会秩序 然后发生内战 内战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杀了多少多少人 为了表明这个合法性 所以就非常非常地强调 非常非常强调 这个奴隶起义的合理性 合法性 但是从来没有提起 是见了就杀 见了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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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他小孩的爸爸看了这样的书 也认为这里的合法性 就没有看到生出来 所以受灵界报复了 受灵界报复了 但这个报复就直接就报复在自己的后代的身上 这里就有一个严重的 一个严重的 有个误气在那边 有个严重的误气在那边 所以呢 这里边的那个 也不是空气来风 也就是说现在他女儿的症状就是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破坏家庭秩序 就是破坏这个秩序 所以呢 当然了 现在找小孩的爸爸可能比较难找得到 所以呢 我把这个秩序转来给小孩的妈妈 让小孩的妈妈 好好地 替小孩的爸爸 道歉 认错 然后 把这个完全的秩序破坏的秩序 把它恢复回来 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你如果说 没有社会秩序的话 原来人家说奴隶主啊 来管理奴隶 这是一个管理放射 这是一个管理放射 如果一旦这个管理制度没得的话 那么奴隶可以随便杀人 现在小孩表现出来的正常 就让你看到这里的未开是多大 小孩一直养眼要杀 妈妈 养眼要杀人 这个就是未开在这边 所以由社会 我们尽量地要达到平等 但是管理的过程当中 不是起义 那种所谓的起义 就是破坏极大的一种 社会可以改良 可以变革 但这种起义 这个要慎重 往往很多的起义 都是对社会造成永久性的 几乎是几百年都没法恢复的 那个破坏 那个破坏 所以呢 要把那个斯帕大哥起义 这个 要重新 把那个思路定了来 书上永远没告诉人家的 最后那些奴隶 被人家股东以后出来 反抗的时候 是见人救杀 见人救杀 这就是他们的 起义方式 所以呢 我们从前到后 找到现在一直找下去 一直找不到 那个根源在哪里边 总感觉你又不对 反正一点一点 找到现成人方式 也好 这个是智能的 慢慢慢慢 把信息 把信息 出来了 这里边呢 我就想到了 刚才就讲到那个 奴隶和奴隶起义 另外呢 最早的时候呢 我领牌当中发现 他的爸爸画的那个蛇 画得很丑 被蛇灵魂报复了 也就是说 你应该很客观地描述这个社会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 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你蛇 是什么样 蛇确实人家不喜欢 但是蛇是怎么样 就是什么样 你也不要夸大的 说他那个 把蛇画得特别特别丑 画得特别丑 你也会报复的 你也会来报复的 同样 你把那个 把那个杀人 不管清空照顾的杀人 描绘成是震荡的奴隶起义 那也是不对的 奴隶起义以后发生的后果 就是见人救杀 破坏了这个秩序 我觉得神仙缓缓 你要因为 不断地说要杀 要连妈妈都要杀 在口头上仰言这样说 是不是有行动 这也不敢保证 所以啊 这里面很重的一条 就是来自于灵魂的包括 说到这里的时刻 信息解开以后 现在这个斯巴达克 那个雕像 现在我看到就那么小了 原来在那个梦中很大很大 现在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现在那个米其林过去 一下子压过去 把它这么重的体重 把它压不压下去了 轮着一个一个压过去 因为这个意思是不对的 不对的就是要把它救折回来 把醋的 先把它灭掉 现在那个斯巴达克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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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像 那个雕像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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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真的 黄正大小了 黄正大小了 然后希望这样的信息 从我们的地球上消失掉 然后就慢慢慢慢好像 被一股力量送出了外太空 就是说远离这个 触信息 不要保留在地球上面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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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辅公司 好